我的世界1.20版本更新 这里是关于20个新方块的建筑技巧 我们可以用竹栅栏制作一个火把 如果想添加一点细节 你可以用栓绳系上一个生物 你也可以用相同的原理在沼泽做一些芦苇 还能做玉米 只要在竹子上放上一根竹栅栏就会很像 小反也可以在真正的竹子穿上放置一些竹栅栏 看起来会很像死竹子 你还可以在竹按钮下面放一个物品展示框 来做出一块奶酪 但是它看起来像是发霉了 你可以用陶管做很多东西 比如这个门 这个台灯 或者是这棵树 你还可以在它们之间添加其他样式的陶罐 如果你把陶罐放在地下 然后在上面铺上地毯 它看起来就很像是宠物的饭盆 把这些陶罐和一堆金子放在一起时 它们看起来就很像钱袋 如果你把它们和天梯放在一起 然后在上面点上蜡烛 它看起来就像即将爆炸的炸弹 你可以用链子把它挂起来 然后在它下面放篝火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砂锅 还可以建造一个水龙头放一些竹栅栏 在它下面放一块染色玻璃和陶罐 让它看起来像一个水桶 或者把一些陶罐放在树上 让它看起来像是椰子 也可以在屋顶上放几个陶罐 如果把它和蜘蛛网集合 就能让它看起来像是烟囱 显然这些都很棒 但是时候给你们看一些 人类认知范围以外的离谱装置了 如果把这个盔甲文饰应用在皮革头盔上 把它放到盔甲架上 用一个活塞打一个书架推过去 它就会变成书架上的一本书 你还可以挖一个大洞 然后用绳子填满它 再把绣坛兽推进去 用地毯把它盖好 就可以得到这个移动地毯 你还可以用绣坛兽做其他事项 比如卡住它的鼻子 然后在旁边稍加装饰 就能得到一把有趣的椅子 或者用它的鼻子 做一个金色的洗手池 你可以用骆驼做些什么 把它的头穿过屋子 看起来就有点像 你在老电影里面看到的装饰 也可以在地面上生成一只骆驼 然后放一些沙子 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小沙丘 这是南瓜 这是西瓜 这是茄子 好吧 其实这不是 这是樱花木 上面是海泡菜 它看起来很像茄子 另一种类似技巧 是在南瓜旁边 放一个去皮竹筷 再铺满发光第一 就完成了枯萎的南瓜 另外如果把竹筷放在瓜地里 它看上去也有点像西瓜 每个人都知道 用火板门当栅栏 但你也可以用一个悬挂告示牌 替换它 不止如此 你可以用它做一些很棒的事 如单向门 你只需要在上面挂一个 然后在它下面挂另外一个 也可以在房子旁边 做一个宠物门 或者把它放在 新的樱花木宠物屋里 继续农业花铁 像这样的空中放置 两根竹栅栏 在它下面放置悬挂告示牌 它看起来就像一把挺拔的铲子 用避雷针或者墨地竹 也能代替它 如果你想造一张桌子 你可以用悬挂告示牌当桌角 你甚至可以把桌角 做得长一些 悬挂告示牌 也可以用来做成断墙 或者不能用的梯子 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 我打赌 你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中 看到过红绿灯 但如果像这样 把集中颜色的 悬挂告示牌摆好 看起来就像是红绿灯 尽管其中两个颜色都错了 这是一个秋千 可以在两边挂上链子 再各放一个悬挂告示牌 最好放个火板门 放好船之后 你就有了一个秋千 尽管不能在上面晃来晃去 但视觉效果还行 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做另一种秋千 和刚才一样 只需要再多放三个火板门 才能得到另一种很棒的秋千 你可以用刀文书架 得到特别的地板 但如果在它前面放个台阶 它看起来就会像眼睛一样 如果像刚才那样 把它放到洞穴里 就像是有什么东西 在偷偷盯着你 在这次更新中 添加了一个猪灵头 首先你可以把它放在盔桨架上 但如果你想在主世界 拥有一只猪灵 你可以把猪灵头 放在告示牌上 它看起来有点像一只小猪灵 这没什么意思 如果你想做一些小鸟 你肯定不会想到云猪灵头 但因为耳朵很软 它看起来像是一只小鸟 不过千万别看另一边 如果你把猪灵头放在地上 然后在它周围放一些红石 它看起来就像是刚刚被斩首 再过分一点 你可以放好栅栏 再加上链子 再挂一个红色告示牌 让它看起来像是断头台 你有没有想过建造一个蜗牛 可能没有 但你可以放置一个樱花台阶 和樱花圆木和下界砖墙 再点缀几根蜡烛 现在就有了巨大的蜗牛 另一种可以用樱花木建造的动物是猪 如果你这样放两个楼梯 再在上面架一些台阶 就得到了一只猪 还可以添加两个深色按钮当眼睛 两个樱花木按钮当鼻子和尾巴 说到猪也可以用樱花木做猪肉 侧放一根樱花圆木 在旁边放上链条 它看着有点像正在烤的烤肉 如果把樱花木栅栏当做树干 再配上一些杜鹃树叶 你就得到了一颗很特别的树 有些看起来很棒的东西 比如这个火板门窗户 你可以用竹子或用樱花木来制作它 如果在物品展示框中 放一个锻造模板 就可以用它显示方向 用在电梯上应该会很合适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